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字的本字应该是什么字呢? 原来是这个字 这个字读过温 而阿当时说到温 祭也 这种温是指什么呢? 就是指一种祭祀儀式 就是用绳来绑住茅草圈地作为祭祀之所 对日月星辰山川自祭 以阳除灾海 这种祭祀儀式简单来说就是圈着地上 用来祭天祭地的意思 在周礼当中有一种说法叫做诸诗泳舌 就是指用红色的丝绳围绕舍坛 因此这个温就引伸为转转的意思 再而它的意思得到了扩展 就是指旋转地扔出海 就为之叫做温 这个旋转的动作就和泯干水的动作是一样的 故此泯干水的泯就是这个温 作它的本字 我们可以这样做句 那些衣服拼干水至好浪 说到现在浪衣 以前是很怕的 若然经常下雨 没有日头的时候 很惦异的衣服不知怎样干 随着科技的进步 现在很多小太阳干衣机 只要在室内按键 衣服就马上可以控干了 不过怎样也好 就算科技再发达也好 始终是喜欢有日头晒完的一层 衣服的太阳味才是最香噴噴的 脆谈讲究话一起出发一下 我们下期再一起脆一下